Command Codes Verified Engage 歡迎各位貴賓來到我們BOSS居家型體驗室 我們這個房間放了這個WAVE SoundTouch音樂功能系統 將來您只要在家中有Wi-Fi的網路 您就可以享受到任何環境的BOSS優異的音質 就不需要再跟這面額外的設備 我們首先看到這款SoundTouch WAVE系統 等於是以上面這個設備來講 它是我們之前WAVE的設備 現在它本身是還有CD跟廣播 因為它的音質相當好 擁貨市場上還蠻多肯定的部分 現在加入SoundTouch的行列 它的設備只要加入SoundTouch的底座 那您就可以利用手機或平板電腦 去利用它家中的Wi-Fi的網路 連接我們電腦的串流音樂 那你在使用環境會比較簡單 那我們首先看到的部分是說 下載我們BOSS這個程式來講 SoundTouch的部分 您可以依照家中的電腦資料庫 譬如說它有分網路硬碟或不同的電腦 您可以依照家中的電腦資料去做增添 再來是說我們有一個網際網路的電台 那您也可以依照我們BOSS這個免費APP的服務 它總共全球的電台在台灣 基本上大概有18000個電台讓我們使用 所以您可以依照不同的類型去做一個分類 做一個搭配使用 那各位可能會想說 我們電台提供那麼多 或家中的MP3資料音樂這麼多 那我們要每次選的時候 你可能就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給你選 那我們這邊提供1到6個數字 你可以依照說我今天習慣提供的類型 你就很簡單的方式 直接用拖拉的部分 移動到我們這個 預設的選項 那今天我們配置這個搖晃器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如果說我要用手機跟平凡電腦 沒有放在桌上 直接用搖晃器做一個選舉的動作 那你就可以播放你唱給你喜歡的音樂類型 那這款的話我聽聽看的很影響 現在是聽那個電腦音樂的資料 另外Wi-Fi傳輸 它這個系統喔 因為如果說家裡面的長輩或是說年輕人不同的主群 它可以依照我們就是不同的分類 譬如說我們可能就是長輩喜歡用CD 但你就可以用CD去放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用就是說那個電腦的音樂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用蘋果的系列 它也支援了Airframe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話 今天我不依靠它這個APP去選舉 我可以利用它APP上 例如說像Youtube 或是說iPad的音樂 直接Airframe 直接進入投放 那簡單 那當然我們suntouch的系統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在任何的房間去用不同的系統 音樂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底下呢 我這邊可以看得到說我們這邊叫Wave Suntouch 這個名稱我們可以更改自己房間的名字 或者是說我今天移動到不同的房間 我可能另外一個房間要穿上下就行 你可以直接點選它 去做一個遙控這個區域的音響 的操作 那當然如果這個音響在聽這首歌 我在其他的空間 我可以聽另外一首歌 不會打架 也不會衝動 那或者是說我今天可以 像我今天如果說 親朋好友來做這個聚會 我可以讓全部的音響 都用聽同一首音樂 那整天家裡面的氣氛 那各位可以試著操控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麻煩 所以既有上面的這個 User 只要買下面的那一個就可以了嗎 目前的話呢 它的設備是 跟商材局一起搭配的系統 那如果說往後排除說 它會把之前的系統做一個軟體的升級 來做一個連接 但是那個目前它的數據都還沒有公布出來 所以目前還是得買全新一套這樣 OK 了解 那我們這個產品大概 4月中上市 價錢出來了嗎 價錢的話大致上2萬千 因為這一款系統 我們之前是賣2萬4千5 那如果整天像藍牙或者說 iPad配線的話 它其實都是10千塊 那基本上藍牙 其實它藍牙的用途就是在家裡用 那它這個也是一定要差一點 所以以Wi-Fi的系統來講 以目前來使用上面差不多的暗箱 這款上它就會比之前的內建好用多 而且你傳輸的平板有比較穩的多 OK 那它基本上是基於DLN的一種環境下 它不是是用Wi-Fi的NSG 可以去做傳輸的 你說DLN的話是不是一定是用 沒有啊就是你 等於是你要接到家裡的一個醫生類的話 還是說是直接手機跟它用TheRace的方式 它直接是 它不一定是說一定是要用那個手 它手機的話也可以 但是只支援MINGO的Airplane 那如果說您是要用 那我放個方向問好了 如果說我這樣子接著這個系統在播放音樂的時候 我還能維持正常的外開上門 可以 那也沒有問題 因為它其實我們在手機的部分 它其實只是一個搖晃裝置 如果說我這個APP審視我關掉 基本上還是在聽 那等一下它自動的會去跟抓你電腦的音樂 那如果說你除非是用手機去 例如說Airplane的部分 不過它還是可以正常上 好那所以 目前的狀況是 等於是我的平板現在是接到一個Wi-Fi的環境 然後這個東西也是令到那個Wi-Fi的環境 加上去 不是直接一對一的TheRace 欸不是 好那大家好 快來到BOSS的居家情境體驗區 那你現在看到這一台的話 它是我們Suntouch系列 Suntouch 30 那它是BOSS的Suntouch系列表現最優異的一款 好那它可以擺放在 家中最大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使用者的話 我們只要透過這種行動裝置 或者是平板電腦 好那直接去下載 非常功能非常強大的Suntouch APD 那下載完成之後 左左邊這邊有六個預設按鍵 好那我們 聆聽音樂的來源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左左邊這邊 這邊的話它有三個不同的音樂Source 好那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音樂庫的話 這邊是可以提供我們家裡 儲存在網路硬碟裡面的音樂 那第二個音樂庫的話 是我們儲存在家裡裡面 電腦裡面 iTunes或者是Media Prayer裡面的音樂 那忘記網路廣播的部分 我們可以直接收聽全球 一萬八千以上的網路電台 那我現在為各位示範一下 如果今天要新增一首 瑪莉亞凱莉的歌曲 好我們就直接從歌手這邊進來 那我們直接從這邊 歌手名稱去尋找到瑪莉亞凱莉 好那我們找到之後 我們直接透過手指頭壓住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 將瑪莉亞凱莉的歌曲 直接拖移在任何一組 1到6預設按鍵任何一組 好那我們放開之後 它就已經設定完成了 好那這時候我們設定完成之後 我手上的iPad我們就可以收起來了 好可以 這位小姐幫我按一下1號按鍵 對上它不安心 那這邊前面OLED的螢幕顯示 它也會顯示這首播放歌曲的內容 音量可以開大一點 1.0 5.3 1.0 3.3 1.3 1.3 2.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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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3 它聲音非常飽滿紮實 因為它裡面多了一顆5.25吋的低音單體 所以它可以放在家中最大的一個空間 那BOSS的Soundtouch系統就是這麼的簡單方便使用 我們只要透過按下一個按鍵 就可以直接播放您喜愛聆聽串流的音樂 毫不費力就像我們回到家打開電燈一樣簡單 Automatic defense procedures initiated Transfer complete